好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很抱歉 臨時再請大家來 跟大家來報告 有一個是台 我們這邊返回日本 應該是 他本身應該是日本人 那在日本的機場被 採檢 那他的報告是陽性 那本來在這段時間我們跟日本也積極的 聯絡 然後來確定 他這樣的一個採檢的一些情況 不過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 完整的答覆 但是我們也決定 因為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展開 相關的一些疫調 先匡列相關的人 那因為沒有完全的確定 所以我們先不列序號 等到跟日本這邊做了相關的確定之後 我們再看 看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目前 那這位在日本被確認的日籍女性 她是在 居住在南部的學生 那返回6月20號 返回日本採檢 陽性 那日本那邊的處置大概就是算到檢疫旅館嘛 那隔離到30號 他們的目的 他們是這樣 那我們這邊在這裡 我們也對他的一些相關的接觸者 進行相關的一些匡列 那目前我們大概匡列了140位 匡列140位 然後 最主要是140位裡面125位 我們列居家隔離15位 列我們的自主健康管理 結果我們需要再確認前的情況 跟日本這邊回來的一個 調查結果 就比較 她目前都是無症狀 那所以在這裡 我們大概 不管怎麼樣 還是提高警覺 那另外也要進行怎麼樣來 釐清相關的可能的感染源 雖然都還沒有確定 不過我們這邊還是先把相關應有的作為 就趕快來做 避免進入到 有可能到社區裡面進一步的感染 大概在區域裡面 我們等到確認一點 那在整個的縣市北洋 可能會跟 應該會跟大家來做報告 但細胞檢訊是不會了 目前好像 它的那個移動跟生活的範圍 還算是單純 臺灣在社區感染的可能性 我們一直都沒有排除掉 一直都沒有排除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然後第二個 因為這個 到底就是說要列在怎麼樣 如果照目前這樣的情況 那是當然是列在我們的一個本土的案例 不過因為還沒有真正的都釐清 所以我們現在暗號 我們現在先不列 學生從2月底就一直待在 臺灣 一直到6月20號出境 那6月23號 那這個 日本官方在跟我們 聯繫 所以我們也是昨天 昨天大概下午還是晚上之後才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早上針對這個這個部分來做一些釐清 所以 後續在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去這個學校去做一些 接觸者的調查 所以才有這些數據跟資料 我來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們應該是說來釐清 到底這個個案有沒有可能是 假陽性的這個問題啦 那所以我們想要瞭解說他那個 在 檢驗的部分 他的CT值是多少 那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讓我們瞭解說他到底是 檢驗的這個 是屬於 有沒有可能是屬於這個 假陽性的可能 或是說他如果他的CT值是屬於比較這個 低的 那表示說他這個可能是比較近期感染的 這些其實都可以提供一些參考 其實相對的在國外被檢驗 也有一些相關的一些 弱陽性或假陽性的一些情況 那我想這個我們要跟日本 再把這情況弄清楚來 那至於如果是陽性的話 那要釐清這感染源 那恐怕從國內來做著手相關的醫調 到目前是沒有啦 不過第一個我們再看看說這140個人 我們相關的採檢的情況到底怎麼樣 然後再做進一步的決定跟討論